这是文丑丑最硬气的一次 竟然直接说出了熊霸的皮炎 熊霸恼羞成怒之下 一掌将文丑丑送上了西天 就在刚刚 风云霜三兄弟齐聚凤西村 准备联合起来对付熊霸 谁知断浪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早就暗地里通知了熊霸 熊霸得知消息后 带着天池十二杀到来 对着风云霜三兄弟发动了围剿 熊霸将第一个目标对准了聂锋 聂锋用出风神腿 才勉强挡住熊霸一招 紧接着便被熊霸的第二招击中 靠着秦霸的帮助才勉强稳住深情 而熊霸见秦霸出现 让手下带来了杨真和文丑丑 这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文丑丑落到熊霸的手上 自知必死无疑 因此终于做了一回真男人 表示熊霸迟早都会死在风云的手上 他会在地府之中等着熊霸 熊霸文言气得不轻 当即运起魅力两掌挥出 杀死了文丑丑和杨真 其实这里有个搞笑的猜测 文丑丑可能就是帝氏天 因为帝氏天曾经说过 他一直潜伏在天下会中 不断地给熊霸下毒 不然就算是风云联手 也不见得是熊霸的对手 言归正传 熊霸杀死文丑丑两人后 让手下带来了凤溪村的村民 其中就有那个给聂锋送毒鸡汤的大神 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聂锋知道是自己连累了这些村民 于是连忙出言向熊霸求情 承诺只要熊霸放了村民 他绝不会联手两位师兄与他为敌 熊霸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聂锋 聂锋正要出手之际 躲在暗中的不惊云却猛地冲出房间 欲要杀熊霸一个措手不及 熊霸仓促之下用出排云掌 竟是抢先出手的不惊云落入下风 不惊云见状指责起了熊霸 认为他的所作所为连禽兽都不如 难怪就连捕神都看不惯熊霸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天下会 熊霸则是更加的愤怒 不惊云杀死了他的儿子 还好意思拿出来指责他 今天他就要将不惊云碎尸万段 替自己的儿子龙腾报仇 熊霸让天池十二煞退下 亲自对上了风云霜三兄弟 风云霜三兄弟的武功 都是熊霸所传授 熊霸当初就留了一手 故意在招式之中留下破绽 还刻意没有传授威力最强的一招 因此即便是三人联手 也依旧奈何不了熊霸 熊霸也没有多做纠缠 很快用出了三分归原器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排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熊霸的三分归原器一出 局势立马急转直下 无数的石板砸向风云霜三人 三人疲于应付被石板击中 纷纷往后飞去受伤不清 熊霸却并未趁胜追击 而是来到秦霸的身前 质问秦霸为何也要背叛他 本来我对你中心不二 无论你叫我做任何事 我都会照办 可贺的是 你利用孔子 来联系我们三人 孔子一死 我的中心也随即随毁 没有孔子 我狗言残散到今天 这是为了要 金手杀你 为孔子报仇 冲吧 双师兄 对 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